好 大家好啊 好 今天呢 还是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腾讯会议的学习啊 今天呢 我们来给这个 哎 不是这个 讲错了 再来外一个 今天我们来讲的是这个 如何证明一下哈 这个咱们这个 猎狗币的黑客钱包地址是咱们plus token的团队啊 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对的啊 好 今天我们看左边这张图哈 昨天我们这里这个图上写的是中国央行数字货币 7月28号正式发行啊 当然这个时间呢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哈 当然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呢 跟我们的plus token钱包呢 是密切有关系的哈 那我们现在觉得呢 这个啊 猎狗币呢 可能也是跟他是挂钩的现在哈 我们来看一看啊 首先还是个免责声明哈 本能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够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 若是需谨慎啊 好 那么很多网友最近这几天一直在问 咱们的猎狗币的技术团队 是否是啊 plus token的技术团队 那么从我们这两天的查币的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大概率是有关联的啊 大概率是有关联的哈 那首先看我们的币价 现在是一直是很低哈 说明项目方呢 最近呢一直是没有做市值管理哈 新人呢 就不要去炒币了啊 好 首先来看一下咱们猎狗币的黑客钱包地址啊 大家还记得这个猎狗币的黑客钱包地址吗 Linux511315哈 这个地址哈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 扣个1哈 如果不记得了扣个2哈 大家有记得吗 这个黑客地址啊 Linux5113哈 Linux511315这个地址哈 有点不记得了哈 有人还记得哈 那么这个地址呢 是咱们黑客攻击了 咱们猎狗币啊 然后呢就把钱转到这个地址 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这个地址是0哈 说明这个地址上的所有的钱哈 USDT全部都转走了哈 全部都转走了哈 这个地址呢已经被清空了哈 已经被清空了哈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这个钱都转到了哪里去了哈 我们来看一看哈 我们看到就是最早呢是28天以前 那咱们现在官网差不多快一个月了哈 28天了哈 最早呢就是628628628号 现在差不多是7月28号了哈 7月27号啊 差不多一个月了哈 那么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呢 咱们有一个黑客呢或者叫内鬼啊 然后攻击了咱们的这个资金池 然后从里面套现出来了两笔哈 一个呢是把咱们628那天的分红给给把它转到这里来了 本来应该是给我们分红呢 是66万个U哈 被黑客呢给给转到这里来了哈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346万个U 也就是说这个黑客呢或者是说内鬼呢 他窃取了咱们的猎狗币 然后在咱们的资金池里砸盘 那么总共呢就砸出了346万个U哈 也把它转到这个钱包了啊 就这个Linux511315哈 所以总共加起来呢是大概是412万个U哈 那么这个钱呢后来呢就每天开始往外转币哈 每天开始往外转哈 把它转走了 那么今天呢是全部转走哈 今天已经是零了哈 就换句话说咱们的黑客钱包呢 这个已经清空了哈 所有的U都被转走了哈 那很多人会问这个到底转到哪里去了啊 是不是回不来了哈 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哈 做了一个统计哈 那么这个黄色的呢是黑客钱包的地址哈 Linux511315 那么有两笔钱 一个是66万一个是346万 总共呢是413万 那么它不断的往外转币哈 不断的往外转币哈 那就是你看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哈 不断的去到了不同的地址哈 那么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资金就是412万的差不多三分之一 转到了这个币安交易所的14号服务器哈 以后我会给大家演示哈 币安14号服务器哈 啊 然后还有呢就转到了别的地址 那么最后呢有有一部分呢是在链上 就是这个红色的Linux2AC6D 这上面有100万啊还在链上 那么有一部分呢100万呢就是在币安14号地址哈 所以资金呢都转到那个币安交易所去了哈 大概三分之一哈 这里有18万这里有100万哈 然后有500个U呢转到套离机器人去了哈 然后呢还有些地址又倒来倒去的又转到币安交易所去哈 有36000哈 然后呢今天我们主要是讲的呢是这个绿色的哈 绿色的呢它这里有一万个U转到哪里去了呢 转到了咱们的plus token的钱包地址哈 所以这里呢就证明了咱们这个猎狗币的黑客钱包地址 他这个所有人跟咱们这个plus token钱包是一家人哈 所以他就把1万块钱转到plus token的钱包地址了哈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重点分析这个哈 那么剩下的GP转账呢大部分也是去了币安的14号地址哈 1万1万1万8万2万哈 这个也是有52万也都转到币安去了哈 可是呢最后呢我们又发现了一笔交易记录这个红色的 他是转到了这个地址 Linux51FF8F 那么他是有跨链 跨链呢有一部分钱42万个U转到了币安智能链 有144万呢转到了这个以太坊链哈 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把这个地址交入观察钱包看看这个黑客 后来叫内鬼 下一步会怎么处理这100多万啊 180万的U哈 那么180万这里有个100万这里有个180万那就是280万 剩下的100多万呢就转到币安14号 币安交易所的14号服务器哈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在这里哈 三分之一在这个地址 三分之一在币安交易所哈 所以这个黑客的4142万就总共大概就这么分哈 好今天我会一会给大家演示 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呢是讲这个1万个U哈 这1万个U转到plus token的地址哈 那么我们怎么证明他这个地址是plus token呢 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哈 好首先呢我们看看最初的呢有两笔交易哈 刚刚讲过了哈 有66万个U是咱们628那天的分红 把它黑客把它转到这里来了 有346万个U啊 那这个呢就是砸盘就是黑黑客盗取了咱们猎狗币 然后在咱们的资金池里砸盘 砸出来346万放在这里哈 那么就每天开始往外转币哈 那么有一笔交易呢是21天9个小时哈 从在咱们这个黑客的钱包地址 然后转到了这个地址Linux BDEDF53哈 大家能看见吗能看见扣个1哈 如果看不见就扣个2哈 这个地址大家能看见吗 Linux BDEDF53哈 有多少人能够看见哈 如果能看见扣个1哈 能看见哈 那么我们就追踪这1万个1万个U 看看这个地址为什么是plus token的地址哈 那如果是plus token的地址 是不是就证明了这个黑客的钱包地址 跟plus token是一家人哈 或者说是一个技术团队的哈 要不能不可能把这1万个U免费送给别的团队 这吧这不合逻辑是吧 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个地址上的币 最后是进入了plus token的钱包 是不是就可以证明这个咱们黑客 咱们猎狗币的黑客地址 跟这个plus token的钱包是同一个老板哈 或者说同一个技术团队 大家同意吗 如果同意就扣个1哈 不同意就扣个2哈 从逻辑上说得通吗 如果我们能证明咱们这个 猎狗币的黑客钱包地址上的币 转到了这个1万个U 转到了是plus token的钱包地址 是不是就能证明这两个技术团队 这就是一个团队 或者说至少是有合作关系的 要不呢 不可能给他转1万个U过去对吧 同意吗 如果这个能同意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再往下讲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这个道理 要不平白无故的 咱们这个黑客 你看过来66万个U和346万个U 都转到了1万个U转给别人了 那么这个人如果是plus token的钱包 那就肯定他们俩是合作的关系 对吧 1万个U不一定是吧 就故意转给别人玩的是吧 那么前段时间我们也查过了 但是就是说不是那么的确定 那今天的查呢就很确定了哈 好我们先查查看哈 我们先查查看哈 好这个地址哈 Linux BDEDF53哈 那么这个地址呢 其实是一个中转的地址 那么从咱们的猎狗币的黑客钱包地址 过来1万个U转进来以后 那么过了大概一天的时间就被转走了 这1万个U看见没有 进来1万个U又出去1万个U 那么出去的这个地址呢 才是真正的plus token的地址哈 然后呢这个呢地址只不过是个中转地址哈 为了操作方便哈 它先转到一个过渡地址 然后真正的进入plus token的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呢是这个Linux 7339哈 大家能看见吗 Linux 73390哈 如果能看见扣个1哈 如果看不见扣个2哈 看见吗 这1万个U转到了Linux 73390这个地址哈 看到了吧 从黑客地址转过来1万个U 然后呢在这个地址上呆了一天不到的时间 就转到了一个新的地址 Linux 73390哈 那么这个呢我们能证明它就是plus token的地址哈 好我们继续哈 好这个Linux 73390C哈 这个呢就是plus token的地址哈 那我们看到了哈 咱们这笔记录1万个U就进来了哈 从这个中转地址过来了 但是你看它前期这个地址上 已经有200多天没有动静了哈 换句话说这个地址呢 本来是一个前面这个前面一个团队废弃的地址哈 你看最近的一笔记录呢就是204天的哈 204天的哈 所以这个地址呢大概有180天都没有动静了哈 那么呢突然进来一个地址啊 突然进来一笔钱 那么就是我们从黑客钱包过来的1万个U 那么问题是黑客为什么要把这1万个U 转录到咱们这个已经废弃了的地址上哈 那肯定是有原因对吧 咱们这个废弃的地址呢 其实就是plus token哈 一会我跟大家证明哈 好我们来证明这个Linux7339是plus token的地址哈 这是20天以前从这个 咱们这个黑客 咱们猎狗币的黑客过来1万个U 我们看看 这最近的交易都是200多天以前的哈 那200多天以前 咱们这个啊 猎狗币都还没有开始启动对吧 那么这个地址呢 就在疯狂的搬砖套利 看到没有 看这里哈 进来16694个USDC 然后又出去 看到没有 这个是在搬砖套利啊 你看 进来1万个USDT 然后又出去1万个USDT 看到了吧 然后这里有进来有出去的哈 这是200多天的哈 那么最早呢 这个地址上有222笔交易哈 大概如果你要翻页呢 有5页哈 有5页 那么我们就看到最开始的交易记录有多少哈 就是翻到第5页 就是最后一页哈 我们看一下哈 好 最后一页呢 这个 这个第一笔的记录呢 是518天 518天以前的哈 那么呢 是从火币2 就是我们的火币啊 这个交易所2号地址过来的 1244个U 然后后面呢 又是火币3号地址 后面呢 又是OKEX交易所7号地址 后面呢 又是火币10号地址 后面呢 又是OK7号地址哈 后面又是火币36号地址 后面又是火币9号地址 后面又是火币4号地址啊 好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做过 Plus Token这个项目哈 如果你有钱有听过 Plus Token这个项目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咱们Plus Token 咱们是在这个这个钱包哈 Plus Token钱包 它是在哪几个交易所 这个半端套利呀 大家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可以留言哈 咱们的Plus Token 主要是在哪几个钱包 哪几个中心化的交易所半端套利呀 大家有人知道吗 有人做过的可以留言嘛 可以留个言哈 为什么这个火币有这么多号的服务器哈 有2号有3号有10号 火币啊 三大交易所哈 做过Plus Token的都知道哈 以前听过我们查数据的哈 我们的Plus Token 主要的交易搬端套利 就是在国内呢 有三大交易所 那分别是火币 币安和OK 是吧 对的哈 火币币安OK 对的 这是国内的哈 那么他们 它其实也在国外哈 国外也有哈 国内呢 主要是在这三家哈 这三家是国内的这个头 头部交易所 它的交易深度比较比较深 所以呢 对大资金来讲 只能在这三家交易所 如果小的交易所呢 它没有那么大的体量哈 它这个币量太大了 它玩不赚的哈 所以它必须在这三大哈 我们看看这个地址哈 火币二号三号十号三十六号九号和四号哈 为什么火币有这么多号服务器啊 你觉得火币的交易量有那么大 大到要用三十六台服务器来交易吗 你觉得火币真的需要有三十六号服务器来交易吗 那为什么别的交易所没有那么多呢哈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查币 我们做plus token的时候查过哈 为什么火币有三十六号服务器哈 大家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可以留言哈 为什么火币有三十六号服务器哈 如果你以前有听过我的讲课的话 你应该知道哈 这些火币之所以有这么多号服务器哈 它的原因呢 就是它给咱们的plus token钱包做了个掩护哈 因为很多地址呢是plus token在火币交易所的地址 那因为怕别人知道 所以它就用了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哈 它就是披这个羊皮哈 披这个火币的羊这个羊皮哈 而掩盖它的是个狼的本性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火这个火币有这么多号不同的服务器 你看这里有哈 2号3号4号9号10号36号服务器 那OK交易所呢有7号服务器哈 那这些服务器在518天以前 也就是说咱们猎狗币根本就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哈 518天以前咱们猎狗币这个项目根本就不存在哈 那么这个地址上呢就在搬砖套利看到了吧 就是这个这个Linux7339呢就是咱们plus token的一个金库地址哈 所以你看从各个交易所都把钱存在这里头看到没有 有这么多地址过来的钱都是2000多美金一次哈 都往这个地址上打那说明这个地址呢就是一个plus token钱包的金库哈 那么在512天以前518天以前都不存在猎狗币哈 那么这个咱们的plus token的钱包的金库就在这里面啊 赚钱哈 好我们继续哈 我们继续这是第五页哈 我们在我们再往后翻哈 我们除了刚刚看到那几个交易所之外呢 我们还看到了火币啊9号服务器 火币12号服务器啊 这里就出现了哈 币安服务器哈 这里是币安4号服务器 这里是币安服务器 这里是币安12号服务器哈 那么也是往这个地址上打钱 而且这个量度很大看到没有 火币9号服务器1480个U 火币12号服务器1400个U 币安12号服务器16000个U 币安服务器2167个U 币安4号服务器2950个U 看到没有 都是从各个主流交易所往里面打巨款过来 看到了吧 都是不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都是几千个U或者上万个U 看到了吧 所以呢这都是437天啊 437天的事情哈 所以那个时候咱们列狗币都不存在哈 所以你看有这么多的主流交易所往这个地址上打币 那么就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址是咱们plus token的钱包的一个小金库地址啊 好我们看到了有火币有OK有币安是吧 各大这个主流的交易所都在往这个地址上打币啊 那咱们现在列狗的黑客地址也往这个地址上打币啊 我们再继续啊 我们看到有OK服务器7号地址 我们还有一些没有标注的哈 没有标注的是个中转地址哈 你看这里有一个Linux C7D81哈 这是个中转地址哈 它没有被标注是哪个交易所哈 那我们看看这个Linux C7D81你看 它其实呢对接的是哪个交易所呢 这个中转地址 它对接的是叫Coinbase交易所 你看这里有写的哈 Coinbase交易所1号服务器 Coinbase交易所2号服务器 看见没有前面还有一号二号一号二号 大家有人知道Coinbase吗 Coinbase是美国最大的交易所哈 你看这个Coinbase交易所呢 1号服务器和2号服务器 也在往这个Linux C7D81转币啊 转的是USDC哈 USDC 然后转到这个地址呢 然后再 再从这个地址 转到咱们这个 plus token的这个钱包地址 看到了吧 说明咱们plus token呢 不光是在三大 国内的交易所交易搬赚套里 它也在美国 最大的交易所 coinbase 也在交易啊 说明这个就是咱们的plus token的钱包地址 因为只有咱们plus token这个 技术团队才才才才有能力 在国内的三大交易所 还有美国最大的交易所 搬赚套利 看到了吗 这都是364天以前的哈 那个时候都没有猎狗哈 那个时候还没有猎狗啊 好我们再继续哈 那么同样的情况 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地址 Linux F16234哈 那么这个地址 对啊 对接的是哪个交易所呢 我们再看一看哈 好我们看到了 Linux F16234 对接的是gate.io哈 那么gate.io是哪个交易所呢 大家有知道了吗哈 gate.io大家有用过的吗 这个也是一个国内的二线交易所哈 就是除了这个三大交易所以外的交易所哈 有人知道吗 Gate.io是哪个交易所哈 Gate哈 有人听说过没有 对了哈 芝麻开门哈 那么这个交易所呢 在434天以前 也在往这个中转地址转入USDT 看到没有 9089个2111个哈 那么进入这个中转地址以后呢 Linux F16234呢 然后也是进入了咱们这个 Plus Token的金库地址哈 Linux 73390 看到了吧 你看也进来了哈 也进来了哈 所以呢 这个Linux 73390呢 就是咱们Plus Token的一个金库 那么各大交易所赚到的钱呢 都转到这个地址存起来哈 这就是咱们Plus Token的地址哈 那这个地址呢 已经是不太用了哈 已经是200多天 最近的一笔交易是204天 那么204天以前是最近的一笔交易哈 那么咱们的这个猎狗币的黑客呢 那钱包地址呢 突然也往这个地址转了1万个USDT哈 那么这就说明咱们猎狗币的黑客钱包地址呢 了解Plus Token的地址 并且往这个地址上转了1万个U 那么这就证明呢咱们的猎狗币呢 技术团队或者叫黑客 它是跟Plus Token呢 是有某种合作关系的哈 或者说就是一个团队哈 这个是大概率的事情哈 否则你没法解释 它为什么这个猎狗币的黑黑客钱包地址 为什么往Plus Token的地址转了1万个U 是吧 这很有道理的事情哈 所以这个Linux 73390呢 是百分之百的Plus Token的这个钱包地址哈 因为我在Plus Token官网三年多来 每天都坚持查币哈 那么像这种太明显了哈 这么多的交易所哈 这么多的交易所都集中的往这个地址转币 那就说明这个地址一定是Plus Token的金库地址哈 没有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方有这么牛哈 能让这么多的交易所往这里面转大量的币哈 都是2000多哈 所以这个地址是百分之百的Plus Token的地址 那咱们猎狗币呢 现在也往这个地址转优哈 那说明了咱们猎狗币的技术团队呢 跟咱们这个Plus Token的团队呢 是有合作的哈 或者说就是同一个团队哈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哈 Coinbase啊 还有Gate哈 都在这里哈 好做个总结哈 咱们猎狗币的币价呢 现在是跌到了最低点 项目方呢 并没有拉 并没有拉牌 所以新人呢不要去炒币啊 咱们猎狗币的黑客钱包地址呢 第二呢就是说已经清空了 这个412万个U呢 已经全部转移了 有那么其中今天呢 我们发现有一笔神奇的转账 1万个U转到了咱们的 Plus Token的地址上哈 说明了咱们的这个 猎狗币的黑客钱包地址呢 和Plus Token的地址呢 是有某种的合作关系哈 那我们今天查到了咱们这个 Plus Token的地址呢 有火币2号3号4号9号10号36号 服务器啊 都往这个地址上转币啊 还有OK交易所的7号服务器 也往这个地址上转币啊 就是这个Linux739这个地址啊 还有火币的9号12号服务器 也往这个地址上转币 还有币安交易所的4号12号服务器 也往这个地址上转币 还有美国最大的交易所Coinbase 的1号2号服务器 也往这个地址上转币啊 转优啊 还有GATE就是这个芝麻开门交易所的 服务器 也往这个地址上转优哈 这就说明了这个地址呢 就是咱们的Plus Token的 这个一个金库地址哈 所以这么多的交易所 都往这个地址上转大量的优哈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哈 那么因为这么多的交易所的服务器 都在往这个地址上转优 所以这个地址Linux7339呢 是Plus Token的地址是确定无疑的哈 因为同时有火币OK 币安Coinbase GATE交易所往这个地址上转优 而且都是几百天以前的记录 那几百天以前呢 咱们这个猎狗项目都还没有启动哈 说明了这个这个地址呢 不可能是猎狗的地址啊 只能是Plus Token这个钱包的地址哈 按钻套利地址哈 那么因为咱们的黑客钱包地址 Linux511315 也往这个Plus Token的地址找了1万个U 说明咱们猎狗的币的黑客 或者是救助团队呢 和Plus Token的救助团队呢 应该是同一伙人哈 所以呢大家呢就等待耐心等待猎狗币 或者说等待Plus Token开网就可以了哈 等开网以后呢咱们Plus Token这个项目 还有这个猎狗币这个项目呢 都会启动哈 应该是这样的哈 那我们今天看到了咱们今天呢 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如果是一切顺利哈 7月28号要发行 那么发行以后呢 咱们随之配套的一些项目要重新启动哈 重新启动 当然了 这就包括了咱们的这个Plus Token项目哈 还有咱们这个刚给大家演示了咱们猎狗币的项目哈 应该是跟这个咱们的央行有合作哈 央行的数字货币要发行以后 咱们也会很快启动哈 啊 好我们给大家做个演示哈 给大家做个演示哈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币是怎么转的哈 我们把它打开哈 首先呢我们去进入咱们这个黑客地址哈 咱们这个黑客地址哈 咱们黑客地址呢是这个 大家能看得清我的屏幕吗 能看得清我的屏幕抠个1哈 如果看不清扣个2哈 好我们来看一看咱们黑客地址 现在你看有0哈 咱们的资产是0哈 咱们的资产是0哈 我们看到了有两笔交易哈 有两笔交易 这个一个是66万个U 一个是346万个U 对吧 那么我们呢给大家看一看咱们查到的数据哈 查到的数据哈 查到的数据呢 现在这个总共是412万个U 那么有100万个U呢 藏到了这里哈 大家看一下哈 藏到了这个地址上了 那么通过它的来回的倒腾 来回的转账 那么就藏到了这里哈 那么就藏到了这里哈 这个地址上有103 103万个U 这个地址哈 哈 那么还有一个地址呢 有100万个U 这个地址呢 去了币安的14号服务器哈 那看到了没有 那看到了没有 币安的14号服务器啊 你看 就是通过这个中转地址 然后进入币安14号服务器 看到没有 特别整齐哈 一进一出 一进一出 看到没有 这就是在搬砖套利 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就是个中转地址哈 中转一下 进入币安14号 看到没有 啊 非常漂亮哈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中转地址 然后进入币安14号哈 这个是 这个是咱们的黑客的地址上的币哈 一个100万去了币安14号 另外一个100万呢 在这里哈 然后还有个100万呢 是在这个地址哈 在这个地方哈 那这里有143万哈 那么黑客呢 就是把钱呢 把它转到这里来了哈 那先放了1万个U 过来探探路 没问题以后 再放了142万个U过来哈 这是黑客的钱包地址 把它转到这里来了哈 我把这地址呢 给大家发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加入观察钱包哈 看看黑客呢 把这个钱放到这以后 下一步要怎么办哈 下一步要怎么办哈 啊 这个地址在这里 这个地址上都有一百多万个U哈 一百多万个U哈 那然后呢 这个在币安智能链上呢 跨链也转过去了一部分钱哈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跨链的钱哈 跨链转的钱在这里哈 也是同样的地址 但是这个地址是币安智能链哈 大家不要搞混了哈 看 这里有四十一万四千个U哈 找到这里来了哈 所以同样一个地址哈 这个是在币安智能链上哈 链是5EF啊 这个呢 是在 以太坊链哈 地址是一样的 但是同一个地址在两个链上哈 这个链有140万 那个链 币安智能链有四十多万哈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黑客的412万呢 大概三分之一进了币安交易所的14号服务器 三分之一呢 在这个地址上 三分之一呢 在另外一个地址上哈 我已经给大家留了地址哈 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哈 好 现在我们说回来咱们这个plus token地址哈 plus token地址呢 刚刚有说了哈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plus token地址 给大家做个演示哈 这个是黑客地址哈 上面是0 那么这个地址上呢 有一笔交易是1万个U哈 就在这里哈 1万个U看到了吧 大家能看见吗 1万个U进入了这个Linux BDEDF哈 这里哈 1万个U过来了哈 我们点开哈 点开我们发现这个是个中转地址 1万个U 那么真实的时候呢 就是大概隔了一天 然后就进入了最最终的目的 就是咱们这个plus token的一个金库地址哈 在这个地址上过啊 先过渡一下中转一下 然后进入到这个Linux 7339哈 这个地址哈 好这上面是1万个 我刚刚看到了哈 这是20天的哈 进来1万个 那么 在最近的一笔呢是204天的哈 我们点击看所有的哈 看第五页最后一页啊 那最后一页看这个地址就是咱们这个plus token的地址 你看518天以前哈 有火币二号地址1244个U哈 火币三号地址2006这个 然后是OK看到了吧 火币36哈 OK7火币4哈 你看这都是交易所过来的币哈 都存在这里哈 不同的交易所哈 不同的交易所哈 啊然后这是第四页 刚刚是第五页 刚才看第四页哈 OK7号地址 你看不停的往这个地址上转币 火币3号地址 你看火币1号地址 火币7号地址 火币2号地址 火币36 你看都在往这里转1万多个U哈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地址是plus token呢 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啊 那咱们的这个猎狗币的黑客地址呢 也往这里转1万个U 那就说明它一定是有某种联系的哈 所以呢咱们等待猎狗币开网呢 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plus token开网哈 应该他们就是同一个技术团队啊 应该大概率的 或者是某些合作的关系 否则不可能无缘无故的 从咱们的地址上转了1万个U过来哈 好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哈 现在给大家开个麦哈 大家对技术上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挤手哈 所以大家耐心等待 好的 有人举手吗 只有一位的都是数字什么 都是数字什么 五六三六零 五六三六零 那我开麦了 那自己点一下麦 啊 估计是起先点的又不没有了 又不没有了 拉伯市没有别人了 拉伯市没有别人了 哦 有格子 好的 那我帮他开一下 那我帮他开一下 哥哥你自己点一下 哥哥你自己点一下 啊 点开了 啊 点开了 你好 朗博士 你好 朗博士 哎 你好 哦 我 我 我们今天在这讨论啊 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想法 会不会就是说 你看 因为之前 猎狗查了很多数据 也没有跟Place有什么关联 然后现在呢 然后现在呢 突然就查到了它的关联 会不会就是说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 就是猎狗的这个技术团队 原来可能是在Place里面干的 然后后来出来自己干 然后后来出来自己干 然后现在呢 Place团队发现它了以后呢 把它给黑了 把它给黑了 要么为什么项目方现在就是一脸 就是一脸懵 什么都不知道呢 什么都不知道呢 然后技术方还在继续自己 该办专 你觉得他们猎狗币的技术团队 是从Place团队分出来的是吗 对 我觉得是不是就最起码是有一些人吧 是从那出来的 人来在那干过的 人来在那干过的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反正他们都是有真实的这个套利的技术 那么你看他们现在币也混在一起了 对吧 这个猎狗币的黑客地址 也放了一万个币到Place团队的全部地址 那说明他们两个肯定是有某种关系 因为最大的 你之前猎狗上根本就没有一点点 有的 可能我的课你没听过 我一直在讲他们的这种套利模式 非常像这个Place团队的套利的手法 但是你的地址关联没有 就是地址间的相互关联是没有的 但是看下来是从628以后呢 他就有这种关联了 关联了 为什么没有关联呢 因为Plus Token的地址在比特币上 那咱们这个DeFi它没有在比特币上 它不可能关联 你懂吗 Plus Token它是比特币在套利 另外以太坊那套利 对吧 那咱们的猎狗币主要是在币安智能链上 它都不在一个链上 它怎么会有关联呢 对吧 看不出来的 那你说的意思是 那你说的意思是 列狗去了以太坊以后 才发现了他的关联 对 对 是的 列狗一开始都在币安智能链上套利 它怎么会跟Plus 扯上关系呢 Plus那时候还没有币安智能链 Plus那时候就只有比特币链 还有以太坊链 那时候都没有币安智能链 那自然币安智能链都是 Plus官网以后才出来的东西 我们也是 我觉得 要不然如果是小毛病的话 一个月了 他怎么也修好了 对吧 这又不是什么大毛病 无非就是偷了400多万个U 他也不差那点钱 对吧 为什么一个月了都还没有开 是吧 所以大概率呢 他是有一些更高级别的人物介入 或者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 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开 但我想他应该等到咱们的朝廷 把这个数字人民币搞出来 是吧 然后要我们开始推广了 那么有可能这个列狗币就会修好了 就会开了 因为需要人去推广嘛 嗯 反正是我们也觉得挺起草的 其实是气力和敏感 另外一个 现在的确 虽然是 然后像从项目方的表现来 就像从什么坤哥他们别人的表现来看 突然就出了问题 也出了问题 而且没有一个什么 对对对 对对 坤哥他其实不是项目方 他也就是 可能以前做过一些区块链项目吧 机缘巧合 就跟这个列狗币的技术团队连上了 那么他就负责来做推广啊 然后他跟技术团队呢 也是单向联系 就是说 有什么事情呢 人家会通知他 但是呢 突然发生问题了 他每回都很懵逼 对吧 他说我们耐心等电报群克服公告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他也就是一个 就是说 市场推广第一轮吧 就是说 他的钱呢 也就是市场赚的钱 他也没有说 能掌握到咱们技术团队手里的钱 他也掌控不了 他也就是 可能就是他是第一人 所有人的号都是挂在他下面 所以他每天按时分红的时候 他的收入很高 但是一官网了他也没有别的收入 我觉得是这样的 反正 反正不管他是什么人 反正就是 这次停谈了以后 他的反应应该是相应 是感觉是比较懵的 比较懵的 不是说是很正常的反应 这个 他也是懵的 所以很多人说去告坤哥 把他抓起来 把钱拿回来 这都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首先他人也不在国内 第二个他也是 他掌控不了这个项目 他也就是配合项目做市场推广的 所以呢 这个项目的真正的技术团队呢 真的是没人知道是谁 包括坤哥可能 也没有跟他们面对面见过 可能也就是 加个电报群 或者加个微信 跟他们联系吧 他也不是这种 直接可以见面聊的那种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老老师 他现在这个 宇宙猎人今天就被IDO了 这个我们还能参与吗 还会不会 他有个电报群 他有个电报群 你可以加入他那个电报群 不是关键就是 他原来就是原来那个 科技会里面讲的 就是说他和我那个 我的关联呀 就是说你加100U的 你买他100U的IDO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 对标100U的LP值 然后释放你的那个 雇用机器人的那个金额 这个现在也没有人出来说话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去买这个IDO呢 对 现在不是有人报警了吗 所以那些人呢 就经常在谈讯会议讲课 人都跑掉了 他们各个群也都退了 然后 反正现在也没人管这个事情了 你要自己玩 你就自己承担风险吧 我觉得 反正玩不玩都无所谓了 因为现在连负责的人都找不到了 你再去玩他这个项目 你就自己承担风险吧 反正我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好推荐的 因为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因为那几个负责人 包括那个百大社区的社区长 就是以前 正常的时候 每天出来分享的 全部都跑了 你说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去玩吗 主要是下面团队里面 因为我反正想着 如果这个东西还存在的话 你每天千分之一释放的话 一天是也能释放出来3U吗 你最起码这不是比减池子什么的话 减池子什么的话 相对如果能走下去的话 不是比减池子的回收 这个回收更多一些吧 比现在减池子什么都没有 那你就 那你就试试看呗 你给我们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 看看能不能释放出来 反正我觉得那个不是什么重点 我们还是等这个烈狗币重新开往 而且现在 我今天问了那个电报群的客服 他也是说 也正常跟我交流的呢 就说他是一个真人在跟我聊天 他就说 请耐心等待 我觉得看看最后 你看咱们的网站呢 也还是正常可以访问 对吧 咱们的钻石币呢 也是每天在发放 对吧 所以应该是 还是有人在打理的 只不过是咱们市场部 这帮人都崩溃了 就是说他的技术团队 包括发币的 还在正常发币 包括咱们的钻石币 也在每天发 也是可以每天变现的 那个网站呢 资金池也没有测 是吧 所以也是可以每天变现的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市场部的人 已经全部跑光了 包括那些以前在这个 财心会议每天晚上八点 讲课的呢 一个都找不到了 反正也是怕被抓呗 不是有人报警了吗 所以他们也都隐姓埋名了 各个群都退了 把这个微信的头像啊 名字全部改了 是啊 这种情况下 这个无可厚非 报警的也也没有错 必求自己的权益 那个这个逃跑的也没啥处 也没啥处 该逃他不逃 他是傻的了 所以说 那就像您说的不行 我们就拿一个账号出来 试试谁 试试螃蟹 如果他能够每天释放的话 他还是可以 考虑 他这样的释放的话 他也是一种找不下 对 你试试看吧 你试试看吧 能不能成功 我就不敢保证了 但你可以试试看 但所以我跟大家说的 主要目的呢 是告诉大家 咱们猎狗币呢 他是有技术的一个团队 不管他是有独立的团队 还是从 以前那个plus token团队 分出来的团队 反正他都是 有技术的团队 那么呢 就是说 现在因为各种 不可抗拒的因素 现在呢一下子开不了 那我想 如果等plus token开网的时候 说不定他就是 有机会再重新开 因为你plus token呢 主要是在等这个 央行数字货币 还有这个香港的 什么那个OSL交易所 那么这个搞定了之后呢 我想如果是plus token 能够开出来 然后呢咱们的猎狗币呢 可能也就会跟得出来 所以大家呢 耐心等待 不要去放弃 觉得这个已经是跑路了 连人都找不着了 人还是有希望的 那大家耐心等待就好了 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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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别的事了 谢谢老博士 好 还有谁要分享吗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还有一个阿清啊 阿清啊 阿清我帮你开麦了 你自己点一下 喂 喂 你说 哎 不是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不是说那个 我听到坤哥有一次讲话 他说是 宇宙猎人跟钻石好像跟猎狗没有关系 他说这个话是真的没关系 还是假的没关系 你觉得 我觉得是没什么关系 这个生态呢是这样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 咱们的技术团队主要是做猎狗币 但是呢 咱们不是号称有五大生态吗 其中的一个生态就是那个猎狗币交易所 嘛 那你那个猎狗币的交易所 他得上币啊 对吧 你不能一个空的只有猎狗币一个币 那怎么叫交易所呢 对吧 所以你要上币呢 那么这个坤哥呢 他是说市场负责人嘛 市场推广嘛 那么他可能人脉在币圈比较多 那么他呢就去拉各个项目进来 包括什么钻石币啊 什么宇宙猎人呢 都是他拉来的 跟这个技术方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懂我意思吧 这些国内的各种烂七八糟的项目都是他拉来的 然后拉来以后呢 就在咱们猎狗币的交易所上上币啊 这样就显得生态很活跃嘛 找到这个目的 因为这个币圈盘子 各种项目烂七八糟的 多得很 只要你跟他谈好了 合作条件 他就愿意在你这个交易所上嘛 那么就是这种合作关系 跟咱们技术团队估计没啥关系 就是这个坤哥用自己在币圈的人脉去搞到几个项目 然后套在咱们这个交易所上就这么回事 明白了吧 还有就是六八就是六十八号 因为中国PLUS的人都知道 我们三年前呢也是六十八号攻击了 然后关了嘛 这次也是他们就来 六十八号来攻击这个猎狗 那是不是想着 知道博士年去做猎狗 然后他们就出来攻击一下了 然后就来一直来纪念一下这个六八 难道是这样子啊 这个猎狗币从出来以后 基本上每个月都要被攻击一次嘛 对吧 他就没挺过 他这个技术 这样子老是被攻击 对呀 所以搞不清楚为什么老是被攻击 那么这次六十八被攻击以后 他就停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六十八攻击他的 或者叫内鬼的 估计就是朝廷的人 就有点类似于那个PLUS token的赵胜 本来也是他们一个团队的合作的 但是呢 这个赵胜呢 就背叛了嘛 就是为了朝廷 就当了内鬼嘛 就把PLUS token搞死了嘛 那这个项目估计也他妈的差不多哈 也是有一个内鬼 可能是按照朝廷的意思 搞了一下列狗吧 列狗也搞停了哈 估计十九八九就是同一个同一个模式吧 现在是相定一批的人进去有好多 都是没有回这个制压的这个资金 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回来哦 那就看咱们这个数字人民币出来以后 PLUS token开了以后 这个列狗能不能开了 我觉得应该会开 因为据说咱们这个什么OSL交易所啊 香港的那个里面就是有好多项目都要开啊 估计是朝廷可能也不是只跟PLUS token一个项目合作吧 有各种烂七八糟的项目估计朝廷也是让他们关了 然后数字人民币出来以后也开开了 然后让他们去推吧 估计不会让PLUS token一个项目去推吧 所以应该也包括了列狗我想 那样子的话那是最好了对吧 最好了对吧 哦好的发表想就这样子 如果是因为有很多人在环境他们是接手知道嘛 觉得他们自己搞的 然后拿着我们的资金就不给了 就不给了 那样子的话如果等到这个PT还开了 但是这个还卖出来的话 这个还卖出来的话 是不是要动用你买过的FBA了 这个出来再说吧 我想肯定不是坤哥坚守知道 我是觉得很有把握 不是坤哥坚守知道 坤哥没有那个实力和技术 他要有这个实力和技术 他他就是搞技术的 他就不会做这个市场推广了 一般做市场推广的人都不是特别懂技术 你懂吧 真正懂技术的人他不会做市场推广 所以坤哥呢 他是相当于是是猎狗币的全球第一人吧 相当于陈子涵那个在PLUS token的那种地位吧 但是他主要是做市场推广 他不是做技术团队的 所以接手知道这种事情 应该不应该不是他干的 他手里也不可能掌 掌控项目方的币 现在他们有很多第一批会员 我也有这种想法 因为项目方好像刚开始的话 不是说谁进谁出嘛 然后后面说因为技术出了点问题 然后就怕我们这些第一批会员 总要然后就 锁探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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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探了之后 当时坤哥我记得他还讲过一句话 他说暂时定锁三个月 也有可能是提前 提前 可以解约 可以解约 那他讲这个话的话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权限 他是不是有这个权限 在他手里 在他手里 这个就有两个可能了 一个是项目方通知他的 然后他那么说的 一个呢 他就是有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会计团队呢 可能是他找来的 然后他可以跟他们去沟通吧 就是说 技术方呢 他只是负责赚钱嘛 搞夹子机器人 但是具体这个猎狗币呢 这个发收益啊 或者是这个锁仓啊 或者是这个可能是 有可能是坤哥找人家 找一个团队弄的吧 就相当于陈志涵手里有一个 叫什么 甚至联盟团队负责发币的嘛 所以坤哥呢 也不排除他手里有一个团队 是负责这个 就是给我们发收益或者锁仓的嘛 有可能是他负责 或者至少他认识吧 所以他们可以跟他沟通 就说可能要锁三个月 就有点类似于就是两个团队吧 一个是做技术赚钱的 一个是做这个会计的 就是负责发钱的嘛 那可能是两个团队 但不是一个团队 这样子的话就是坤哥这个人 还是很重要的 对啊 所以你看一出事 他就先飞到国外去了嘛 老师你想想办法呀 联系到坤哥啊 联系到坤哥啊 坤哥坤哥他这个名字早都改了 信号估计也换了 你让他找他去 他这个都不出来讲话了 他无所谓了 他跑了也没事 关键是这个项目 技术团队 你看他是有实力的嘛 如果他那边能把他那边给捋顺了 就是说又可以完了 那可能他们又会把坤哥找回来呗 而且那个电报群他也是可以用的 那个电报群的客服也是可以跟你聊天的 电报群客服 那就等吧 耐心等 耐心等 除了这几个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的问题是他如果跑路了 他还搞个客服在耐心等干嘛 吃饱了 吞了 他要跑肯定就 就直接一关就跑了嘛 那还要跟你废话干嘛 是吧 哪个项目跑路了 你还客服还是天天跟你聊天的 没有这样的项目 要跑了肯定就全部都跑了 网站也打不开了 是吧 那才叫跑路 等吧 等吧 只能等了 只能等了 对 plus token我们都等了三年了 这个项目估计最多也就三个月 肯定也会有结果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博士 好的 谢谢阿清 谢谢阿清 下一位 安心 我帮你开麦了 你自己点一下 我帮你开麦了 你自己点一下 你好 姚博士 你好 姚博士 你好 就是 一圈的小白人 也是听了群里的讲话 还有 你的讲课 那个才坚定心心的 我听你的讲课 就是说 您打到了 就是说 你的级别也挺高的吧 那个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本人自己投了多少钱 然后你的团队的那些人 投了多少钱 然后他们 然后他们 反正 反正我们现在 大家都 急了 哈哈 我们团队 都是做过 plus token的 所以都 心理心态很好 我们团队 plus token 都等了三年了 多了 还在等着呢 你看这里写了哈 1125天 你看今天啊 已经是等了1125天了 我们现在心态都特别好 还在等着呢 然后我们 当然我们经常会有人出来 给我们传递一些消息了哈 所以现在咱们现在 链口币才官网 或者说 都不能称这为官网 就是停止分红 才一个月嘛 所以你可能是 新人呢 就是可能会觉得比较着急 但是我们是老韭菜了 所以这种事情也见多了 就是心态比较好嘛 投了可能几万块美金吧 反正就是在里头玩呗 那个姚博士啊 你可不是用你的影响力啊 影响一下项目方 那个 那个 让他早点分红吧 他这一阵没有分红 那个他的损失也补回来了吧 谁能找到项目方呢 还有一个影响力 项目方他肯定是 他要是条件成熟了 他肯定会开啊 他不成熟肯定是内部的原因 或者是朝廷不让他开啊 肯定是两个原因之一 要不就是他内部 还没有理顺那些关系 或者是他的团队还没有重新搞好 我觉得还有种可能呢 可能就是朝廷不让他开 要等到这个数字人民币出来以后 那再让他去推广啊 应该就是这个目的 反正就耐心等待 你要知道这个咱们的猎狗币 它是有技术的团队 现在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 现在开不了 所以就等一等就好了 应该不会说跑路 或者说是资金盘 本来就没钱 用这个后面的人的钱 给前面人发收益 是吧 那这种项目他就永远也开不了 那咱们这个项目方 是非常有钱的 他有技术 能够赚钱 等他关系理顺了 那么就有希望了 好 谢谢姚博士 谢谢姚博士 好 那反正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拉博士没有了 拉博士没有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要是不相信的 就直接去上访 报警 维权 都可以 随便 随便 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我是告诉你要懂技术 你就不需要那么去担心 你要在币圈 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所以你投资 它就是不开了 你也是没有办法 你找谁维权呢 是吧 他在哪开店呢 对吧 他在哪个工商局注册呢 你告诉我 对吧 币圈的就是跑了就跑了 你找的是希望渺茫的 退一步说你就找到了他 他也不承认呢 对吧 你能把他怎么样 你找到坤哥了 坤哥说我不是坤哥 我不认识你 你能怎么样 对吧 你能把他绑架了 就是吧 那你就违法了 是吧 所以这种币圈 这种东西 第一你找不到人 第二你找到了他也不承认 对吧 你也不能把他绑架了 是吧 这里也没有你的钱 是吧 好 就这样啊 好 谢谢劳博士 谢谢劳博士 嗯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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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